全國只有十位 就我現在是海軍唯一有國際認證的漢空潛水員 我們的臉非常貼近工作物件 然後會有水溫的問題 海流的問題 另外一個水裡面會用到電 我覺得很高風險的工作 因為潛水這件事情本來就危險 但是我們又要在水中做電焊這件事情 就是兩個危險加在一起就會變得更危險 原來在日常生活中看不到的地方 有這麼專業的匠人 在那麼艱困的環境下默默的守護我們 非常值得我們給他一個熱烈的掌聲 海軍水下作業大隊在工作室身上的重量 高達40公斤 光是頭盔就有15公斤 水下汗降更要面對潛水 在水中用電的雙重風險 真的非常不簡單 大家是不是再用熱烈的掌聲 向今天的最佳男主角 黃建志上市致敬 期待未來國軍弟兄姊妹 都能夠學習匠人精神 不斷自我精進 我們更要團結一致 在守護國家安全方面 我們繼續努力 最後預祝所有國軍弟兄姊妹 軍人姐快樂 謝謝大家 貼水下電汗跟路上電汗我最大的差異就是環境 因為路上會有很乾淨的場域 可能能間度很好啊 然後光線很充足啊 不會受到水流啊的影響 但是在水裡面的話 甚至一隻手臂的距離都看不到 我們的臉非常貼近工作物件 然後會有水溫的問題 海流的問題 另外一個 水裡面會用到電 我覺得很高風險的工作 因為潛水這件事情 本來就危險 但是我們又要在水中 做電焊這件事情 就是兩個危險加在一起 就會變得更危險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讓這個危險的事情 讓它是安全的完成 我覺得這是我們水中電焊班 很重要的一個課程 我們水下做一大堆一般任務 有團健的 車椰檢查 海底門清潔檢查 然後鷹骨的檢查 其實只要有關於水面以下的相關工作 其實都包含在我們海軍水 海中醫大堆的工作項目裡面 遇到救災情況的話 大概就可以分為 颱風淹水 人員落水這兩大項 舉例來說 就像說要斷橋 復興空難 颱風造成的地區淹水 大樓地下室淹水 等等相關的工作 都是在我們的工作項目裡面 對我來講 其實每一次的救災經驗 就是江西比星 我站在家屬的地上去為他們設想 幫助他們找到家人也好 趕快拯救他們的財產也好 所以不管他們是感謝 還是有其他複雜的情緒 我覺得就是趕快完成我們的任務 讓他們能夠回到正軌 大家注意潛水上頭盔 潛水上頭盔 目前海軍水下作業大隊用的潛水頭盔是KM三拐 會連接我們的攻擊系統 通話系統 攝影系統 及燈光系統 它的重量大概有四五公斤 我們還會另外一身上再背一支單管水肺 所以說兩個加起來再加潛水你自己的配重 大約會落在四十公斤左右 三年前代表我們水下作業大隊 參加勞動部舉辦的 職業水下焊接人員的國際認證訓練 全國只有十位 就我現在是海軍唯一有國際認證的 航空潛水員 從那些老前輩的經驗裡面學到的是 比較實際 實務的水下焊接技巧跟知識 以前我們大隊對於水中地安這件事情 都是用一些經驗傳承 我們如果就是要跟國外銜接的話 我們勢必得走國際化 我很想要在我們大隊裡面 再把這個技術強化 讓我們的戰力能夠更提升 覺得有效傳承最好的方式 就是要拿書面畫、圖像畫 我的目標是寫一本水中電和切割技術手冊 未來的學弟如果看到這本手冊的時候 照著手冊的步驟去練習 去執行的話就會達到一個基本的電焊成效 不會說是完全相關知識都不知道 或者是說只是個半桶水這樣子 縱使你個人技術沒有那麼好 但是我覺得你相關的知識一定要有 因為今天你有可能不會是潛水員 但是你會是我們整個潛水組的一個組員 因為汗拔或是因為鎖 平常的興趣是騎腳踏車 我覺得騎車跟潛水有一個地方很相同的就是 我們都需要一個團隊去讓騎行的距離 或者是整個任務可以完整地執行下去 都需要團隊的支持 一個潛水也不會是靠一個人 就是要靠一個團隊去完整 因為沒有按照那些團隊的監控 就監控潛水員的呼吸、氣源 或者是監控潛水員的通話 工作進度、安全等等的話 潛水員自己本身在水底的時候 其實很難去注意到自己的環境 縱使是一個有經驗的潛水 也很有可能會因為某個系統開錯了 造成危安因素 所以我覺得潛水團隊是非常重要的 像騎車一樣 騎車就是我如果沒有團隊的幫助破風 或者是輪車 甚至遞水幫忙送補給的話 就算是一個很強的自行車手 你也沒辦法一個人完成 一、兩百公里以上的距離 但是一個人的時候 你就是完全得靠自己個人的能力 個人的技巧 去把每一個坡完成 或者是每一個距離起碗這樣子 一個人在水下工作的時候 我就算可以用通話跟團隊溝通好了 但是實際上的困難 還是只有潛水員自己知道 所以我覺得潛水員自己個人的能力 當然也很重要 是個有能力、有經驗的潛水員 你才有辦法去克服一個人 遇到困難時候的無助 在騎車的時候 我覺得跟我們在水下工作的時候很像 因為環境都很安靜 會很明顯聽到自己的呼吸聲 那個呼吸聲就是好像在跟自己對話 那個時候就必須告訴自己加油 然後要有很強的意志力 我覺得將人的精神就是 不斷地在這項工作上面做專精研究 然後自我經濟 一直到覺得要讓大家覺得是我汗的就沒有問題 我是海軍水下作業大隊 第一作業隊水蟹上市黃建志 海軍司令唐華上將 文化總會李厚慶秘書長 華南金控陳芬蘭董事長 中華電信陳蘇玲副總經理 今天的主角 黃建志上市 軍兄 各位弟兄姊妹 在場各位貴賓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非常高興在軍人節前夕和大家一起欣賞 紀錄國軍身影的匠人魂短片水下汗匠 大家看到影片後一定和我一樣 原來在日常生活中看不到的地方 有這麼專業的匠人在那麼艱困的環境下 默默地守護我們 非常值得我們給他一個熱烈的掌聲 我們看到海軍水下作業大隊在工作室身上的重量 高達40公斤 光是頭盔就有15公斤 水下汗降更要面對潛水 在水中用電的雙重風險 真的非常不簡單 大家是不是再用熱烈的掌聲 向今天的最佳男主角黃建志上市致敬 黃建志上市是大隊中擁有 國際漢工潛水員認證的成員 他不僅技術高超在執行任務時 更有堅強的意志力來克服多變的海向 以及低能見度的環境 現在他更設下目標要寫一本水中電焊切割技術手冊 來傳承專業技術 他的努力和付出讓我們非常感動 我剛剛有特別請教他 什麼時候開始加入軍中的團隊 他說高中畢業就來了 距今已經十幾年了 我跟他說國家需要你 你不要離開部隊 他說好 給他一個掌聲 這種好人才一定是民間挖角的對象 但是非常感謝黃建志上市 能夠基於國家的需要 願意為國效勞 非常感謝 當然我們也看到海軍水下作業大隊 對於任何水面以下的工作 包括艦艇水下各部位檢查 空難船難搜救打撈 以及水中障礙物排除 他們無意不予 今年凱米颱風來襲 他們同樣投入救災的行列 三個月我有到海軍水下作業大隊 感謝所有弟兄姊妹救災的辛勞 現在我們要用罪罪的掌聲 同時也感謝水下作業大隊 非常感謝 當然我們今天能夠了解國軍對國家的貢獻 文化總會功不可沒 我要感謝文化總會從2017年開始 推出匠人魂影像系列走訪台灣各地 記錄默默耕耘的匠人樣貌 展現出台灣百工百業豐沛的能量 尤其文總每年都攜手軍文社拍攝一支國軍題材的影片 像守護台灣的國軍官兵志兄 讓民眾深入認識國軍的匠人精神 大家也是不是給熱烈掌聲感謝文總跟軍文社 謝謝他們的努力和貢獻 但是我剛剛看的已經有七支影片了嘛 有水下漢將 那也有修復飛機 修復戰車 修復艦艇 還有守航的人 種種 應該可以拍成一部電影了吧 人家有這種 這個捍衛戰士 我們應該我們有水下漢將 應該可以拍成一部電影 我相信這個可以讓更多國人了解 國軍的不平凡 那明天就是九三軍人節 我要代表全體國人 感謝國軍弟兄姊妹 不分昼夜捍衛國土 守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在剛剛的影片中 建制說要讓大家覺得 是我漢的就沒有問題 九三軍人節 我們的國軍弟兄也有這樣的氣魄 只要我們國軍弟兄守護了 我們國家就沒有問題 鼓掌怎麼樣 其實不管是建制所下的決心 或是我剛剛所提起的 我們展現了 不僅僅有軍人的將人精神 其實也有團隊合作的精神在裡面 我期待未來國軍弟兄姊妹 都能夠學習將人精神 不斷自我精進 我們更要團結一致 在守護國家安全方面 我們繼續努力 最後預祝所有國軍弟兄姊妹 軍人節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 全民主佔光 它有好玩 在哪時 我決定 學生 該升 那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